见到第一线,第2800章,他相遇熟人,众人交谈时,远处天穷呼得亮起一片耀眼的红光,旋即,先是一头巨大若陆地的昆蓬,横空而至,昆蓬背上,载着一群修道者,足有上百之众,这一幕,当即在场中引发轰动,无量地宫的昆蓬大妖,在永恒天狱,这昆蓬大妖极为有名, 双翼若垂天之云,可轻松穿梭周界,遨游时空,其战力也极端可怕,据说上百位天军一起出手,都挡不住昆蓬大妖的轻力一击,镜天阁更是不令赞美,点凭昆蓬大妖道横之高,以真至天命境最巅峰处,可逐罩九霄,弃压云颠,而这昆蓬大妖,便是无量地宫的三位护山者之一,还是这般威风? 只这位昆蓬道人,怕是都能横压文州,绝大多数天军了 布蒙感慨,过往漫长岁月中,无量地宫每千年就会派人前来进入九要禁区试炼 故而,包括布蒙在内的文州大人物们,对无量地宫的状况颇为了解 苏毅注意到,在场十三个文州天军势力的大人物们,无论是谁,面对那远处前来的无量地宫修道者时,神色或凝重或敬畏 连云侨君,萧齿,温秀然,那些逍遥境最耀眼的绝世人物,都如此 这一瞬,苏毅呼的真切感受到一件事 天地级势力,为何会被视作永恒天狱至高的主宰了? 文州天下,远不是清风周那等偏僻的穷山僻壤可比 可在一个天地级势力面前,整个文州最顶级的道统,都完全黯然失色 这种差距,根本无需言说 从在场众人的神态变化中,就能感受到 而当七煞天亭,立心建斋的修道者抵达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七煞天亭的修道者,同样有上百之众,有一艘巨大如月亮的宝传在着 那是明镇天下的神月之舟,如若圆月横空,能够想月光般,穿过戒于避障 横渡命运长河,镇杀一切邪碎,无惧灾祸侵袭 立心建斋那边,同样上百之众,一起立在一把巨大如山月的道剑上 剑气森森,激荡风云 立心建斋,虽然是天君势力,可其祖师乃是号称帝座之下第一人的江吴臣 在整个上五州境内,立心建斋也是最顶尖的天君道统之一 与之相比,文州这十三个顶尖道统,无疑要逊色太多 当无量地宫,七煞天亭,立心建斋的修道者陆续抵达 青蒲山上下,以笼罩上一股压抑沉闷的氛围 连布蒙这种无惧生死,性情豪迈的大建君,都明显变得有些拘谨 再看在场其他文州的大人们,也无不如此 这就是修行势力之间的差距 天壤之别 这从进入九一禁区的名额中,也能看出 整个文州加起来,才只有三十个名额 可在无量地宫,七煞天亭,立心建斋 分别有五十个名额 再加上每个名额,可以带一个护道者 以至于让三大势力出动时,皆有上百之众 除此,苏毅注意到,除了这三大道统之外 陆续还有其他修道者抵达 一头黄金蓝鸟,破空而至,载着十余人 那是天地及势力,满天道亭的修道者 一座雷电缭绕的黑色大山横移而来 大山上立着一群修道者 这又是一个天地及势力的修道者 其宗门为永恒雷亭 其开派祖师,是无须天地 再之后,陆续还有一些来自上五洲的势力 但人数都不多,都远无法和无量地宫 欺煞天亭,立心建斋的人数相比 毕竟,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九一禁区一直都是被这三大势力占有 进出九一禁区的名额 也一直由这三大势力占大头 到最后,青浦山附近 仅仅天地及势力便有四个 来自上五洲的天军势力也有十多个 这一切,也愈发称得文州那些修行势力暗淡 恰似帝皇和臣子的区别 文州那些大人物们都主动上前建立 姿态摆得很低 反观那些来自上五洲的各大势力修道者 反应都不冷不淡 地位之差距一目了然 云乔军消耻这些逍遥境绝世人物 一个个神色复杂 心中明显无法平静 大概,也是意识到了 文州和上五洲之间的差距 感受到了自己所在道统 和那些天地及势力的差距 苏义怎没感觉什么 他的确是逍遥境不假 可他的经历若说出来 绝对能下整个永恒天狱一跳 早在神域时 苏义就曾和那些天地分身对峙过 曾和枯玄天地的大道分身斗智斗勇 也曾和红袍天地 把酒天地 把酒延欢 若别说 无论是萧简 肃婉军 还是何伯 公也浮屠 哪个不曾僻逆天地 故而 对苏义而言 眼前这种场面并不算什么 唯一让他留意的 是立心建斋那边 他看到了两个熟悉身影 一个是武晴 立心建斋十三山之一 翠天山山主 当初苏义刚抵达命运长河上 曾见到过武晴的一道意志法身 后来才得知 按辈分来算 蒲炫曾是武晴的大道引路人 虽无师徒之名 却有师徒之实 无疑 此次前来的 是武晴的本尊 最让苏义意外的是 站在武晴身边的 竟是杨灵霄 三年前 在清风州的时候 杨灵霄作为立心建斋的内门弟子 曾沦为苏义的剑下俘虏 但 不得不说 杨灵霄也是有骨气的 赢得蒲炫的一些赏识 最后 杨灵霄和真武建廷的母亲 与广军一起 由吕洪袍安排人送走 难道说 立心建斋已通过杨灵霄 了解到了发生在清风州 怀皇国外的一些事情 苏义暗道 这是否意味着 邪剑尊已经知道自己前来永恒天狱 对此 苏义倒也不担心 这三年来 他隐姓埋名 折服在这文州之地 有吕洪袍出手帮着遮掩 除非他自己露出马脚 否则注定无人能识破他的真实身份 正字思寸 场中呼得响起一道朗笑声 趁久要禁区还没出现 能否让我等见识一下 文州九一道会前三十人的风采 无量地宫那边 一个白衣 灰发 赤脚的男子 笑着开口 他手握一把霞光缭绕的玉扇 身影其长 衣袍飘液 随意立在那 便有僻逆山河 俯瞰朱天的威势 场中一阵骚动 人们都认出 那是武迅 无量地宫 逍遥境层次最耀眼的逆天妖孽之一 名列 静天阁逍遥境榜单 第十六 不谈其他 永恒天狱九大天地势力 囊括了世间 不知多少最逆天的绝世人物 而这武迅能躋身逍遥境榜单 第十六 这样的名次 已堪称恐怖 武迅道有开口 我等岂能不从 一个老者笑着开口 罗楚 文州第一道统南明建宗大长老 位高权重 在整个文州天下素有威望 可在面对武迅这样一个来自无量地宫的逍遥境妖孽时 罗楚这位南明建宗大长老 却把姿态放得很低 说话时 罗楚已和文州其他大人物沟通 最终安排云乔军 萧齿 温秀然等人站了出来 这种排好对被人看猴事的做法 让苏毅内心颇为抵触 可以想到自己现在需要低调隐瞒身份 也只能捏鼻子忍了 很快 在九一道会上 排名三十的修道者 竞数列为一排 就像陈放在那的百剑似的 任凭那些来自上武州的修道者观摩 无数目光 从他们身上扫过 武迅只淡淡地看了一眼 就挥手示意到前十名留下 其他人散了 苏毅转身离开 只不过在心中给武迅寄了一笔账 你们十个 进入九一禁区后 我会一一掂量一下你们的能耐 武迅悠然开口 若能得到我的认可 我不介意亲自为你们引荐 给你们一个进入无量地宫修行的机会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云乔军 萧池等人 神色各异 他们各自背后的宗门大人物们 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当着他们的面 挖他们的墙角 这武迅 未免也太放肆 分明就是没把他们放在眼中 武迅察觉到了这一切 却并不在意 反倒笑道 这十人该感到高兴才对 排名在他们之后的二十人 连让我掂量的资格都不够 他们也注定不可能从我手中得到 一个败入无量地宫修行的机会 一番话 响彻场中 也惹恼了不知多少人 不猛都直皱眉头 脸色阴沉 可没人敢说什么 因为武迅背后 站着无量地宫 看着这一切 苏义只喝了一口酒 呼的 他耳畔想起一缕传音 李道兄 那家伙真的是无量地宫的逆天妖孽吗 怎么看着像的大傻子 传音的是傅凌云 布蒙最宠溺的一个白红剑格传人 苏义一正 忍住笑意 传音回应 都是被灌出来的臭毛病 十足的缺心眼 傅凌云挠了挠头 嘿嘿笑道 老祖说 我除了修炼和沙妖 在其他方面 就是个糊涂虫 可见到这人后才知道 当个糊涂虫 也比缺心眼的大傻子好 明媚娇俏的小脸上 带着一丝得意 苏义都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傅凌云这姑娘 看似憨憨的 实则挺有意思的